那金華城案呢 他們如果像昨天陳鳳馨就拿來跟楊文柯案比較 而且他說柯主席要小心了 金華城案跟那個不一樣 先問第一個題目 你們告訴我哪個地方不合法 他說土利 我說對啦土利 哪個地方不合法 講不出來吧 他說這個廠商會賺到錢 這個奇怪了 那金華城案呢 他們如果像昨天陳鳳馨就拿來跟楊文柯案比較 而且他說柯主席要小心了 金華城案跟那個不一樣 金華城案是這樣 楊文柯案子是說 人家說你要成立一個委員會來判定要不要停工 結果他沒有 他是進行行政命令處理 喔這樣 所以這個就會被抓到 還有一點啦 最慘的 他的工務處長拿錢 拿錢這個你就很難解釋 而且他工務處長被抓到又咬說楊文柯指示 所以這樣一下就很難 我這邊是這樣 第一 我那些案子 我是有都市計畫委員會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三個專案小組 再加都發局的官員 他全部都有會議記錄 然後這樣一路開下來 我跟你講如果說有問題啦 那你打算抓誰 至少50個人 嗯 是 意思是說這50個人全部被收買 嗯 很不一樣 這不能 這不太一樣 拿來類比的 不是啦 這不一樣就是說 他是一個 而且到現在為止 你也沒有去查到什麼金流 也沒有 也沒有出來反咬說 這個是誰指示的 也沒有 而且敢去的人 從那個杜瓦局的官員到那個局長 也沒一個人敢跟議員對答 呵呵呵 說他合法的 嗯 他是他依法行政 嗯 所以是這樣啦 金華城如果你要辦合法 你先問第一個題目 你們告訴我哪個地方不合法 嗯 他說土地 我說對啦 土地 哪個地方不合法 嗯 講不出來吧 嗯 他說這個廠商會賺到錢 這個奇怪了 但是他也要符合回饋的那個條件 他意思就是說 那只要跟政府做生意 有互動的 全部都要虧錢才虧 你獎勵他這個比較高比例的容積率 他也要 他要付出喔 他要什麼鑽石級的智慧 智慧建築 環保那個綠建築 他有規範的 所以那個是有會議紀錄的 嗯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我都不曉得每天在那 哎唷 每天到底在幹什麼 我就覺得 嗨一點了 奇怪 要打的話 應該是我選總統的時候打的 哈哈 現在 現在錢不著存 後不著店 你不是說上次 2024才選完 對啊 不然就存著 等到下一次才打 奇怪 這個時候 所以不要留 什麼都沒有 這個打這個幹什麼 奇怪 時間也不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那真的是沒事幹 亂咬 sino 我的天啊 我也沒人